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卡游戏频道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又到了我们一月一度的 南马霍首更新讲解 最快的更新也得在9号上线 先是更新的支线任务 支线任务是有关演唱会的任务 演唱会会分为两首歌 听完演唱会后会获得BUFF加成 然后就是游玩游戏内容的更新 先是万众瞩目的40级上线开放 当然也有人会问提升等级后 也没有东西可以刷 那不是一样吗 所以官方新增了高等级的炼击图 也就是马骨山炼三 在高等级炼击点会提升Tryer的生成 而且还会有机率生成变异敌人 在变异敌人身上会掉落比以往的敌人更多的梅西塔 除了大家喜欢的梅西塔 还会掉落新道具 新道具的功能是能让武器突破强化上线 除此之外 喜欢高难度挑战的朋友可以尝试 AR6的Rang2纸票挑战 除了敌人的等级以外 掉落物品的等级也会有所提升 讲了那么多的高等级游玩点后 我们的PSO2招牌紧急任务 让你可以不在里面呢 旧地图的紧急任务也会有增加高难度选项 当然了以上所说到的高等级敌人 都会有机率掉落新道具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等级去攻略哦 好 说完有关等级与高级图的讲解 我们进入有关功能的更新 首先是每个月都会更新的Mission Pass 跟以往一样会新增一些服装造型与道具 然后就是可以提升战斗力100%的BGM 俗话说得好 输出全靠BGM 我们的马骨也能放我们喜欢的BGM 而BGM可以从玩家商店或者A7池购买 然后就是玩家信息好 能让陌生的玩家快速地认识你 并且组队游玩 为了让玩家们更积极地组队游玩 更新后组队也会有BUFF加成 最后就是我们的A7服装池啦 这一期的造型是非常绅士的玩家风格 我个人觉得官方比较会制作这种老男人造型 虽然我也很喜欢美男子 但是捏美男子的难度是真的高 都有了玩家 哪里可能没有可爱的寿娘女仆呢 以上就是2月9号的更新内容 我是韩哥廖 我们下次再见